有人说客家话跟广东话有点像 这是因为客家腔调有不同的关系 为了推广母语族群文化 高雄市客家学院今年开办了许多的课程 包括课语学习、音乐赏西 还有文创产业等班级之外 同时也要招募故事妈妈 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把握机会 报名参加 客家传统八音锣鼓演奏 简单曲调却不失热闹气氛 为了推广母语族群文化 高雄客家学院今年再度推出学习课程 其中最基础也是班级最多的就是课语班 那我们根据不同种的腔调 来开设不同种类型的课程 比方说四线枪、海陆枪 那比较简单的、比较难的 都有分别、分门别类 这是基本的我们的开课的课程 除了依照惯例开办课语初级班级之外 今年学院还特别推出文创课程 邀请业界经营事业有成的名人 分享成功经验 同时也希望为客家产业注入新思维 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商品、商业、文化来结合 所以这个就文创的课程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所以我们会邀请在不同种类的 比较成功的创业有成的伙伴们 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客家学院也将招募会说故事的志工 成立故事妈妈团队 欢迎喜欢听故事、也爱说故事的人加入行列 故事妈妈、所谓妈妈也可以是男性 你说故事给周遭的朋友听 怎么说故事 今年学院也同样开办许多记忆课程 包括直散创作、客家花灯焦作和建筑、文化、音乐赏息等等 希望用多元推广方式 让更多人亲近客家文化之美 港都新闻黄兰军周福庆采访报道